王牌家族 王牌家族 你扶不扶 蹭個十厘米 經過三個月的拼搏奮戰 帥不帥 王牌家族迎來收官之戰 有請王牌家族 歡迎跑男家族 跑男家族熱血開跑 霸氣踢館 兄弟 誰才是最強綜藝天團 我真的沒想到 下一個 兩大家族硬核對決 誰能更勝一籌 接下來指壓板 突面而來 我們這個日常就是 這假裝身體好都假裝成這樣了 奔跑吧大強 幹什麼 太難了 這太難了真的 就差一塊快點 快點 謝謝大家 最強綜藝天團之爭 即將開始 本期共有四輪比拼 將由兩隊相互出題 每輪獲勝隊伍 將得到一張代表歡樂的記憶碎片 最終能完整拼出記憶畫面的隊伍獲勝 並得到最強綜藝天團稱號 剛才我們聊到了盧卡斯 這哥們我知道 盧卡斯是有一個願望 要想當王牌的MC來著 我也聽說過這個 是嗎 對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你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剛剛一開始就是 收到一個很有名的節目 就是要我參加 他倒是說是 中國最有名的綜藝節目 最有名的綜藝節目 邀請他 對 然後呢 我就想是 王牌對王牌 對 你們洪伊凡有沒有多一件 可以給他的 真的 終於來到了王牌對王牌的舞臺 對 我今天我要踢館 來不了了 這只能踢館 奔跑家族 今天來到我們的VIVO 王牌對王牌是有備而來的 據說準備了一個殺手鍵想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就殺殺我們的銳器 我們銳器在哪兒呢 我跟你說 我們我們的銳器還用殺嗎 我們都窩囔成什麼樣 還殺我們的銳器 既然說是踢館 厲害了 好 凱凱今天準備了什麼 尬舞啊 音樂 舞臺準備就緒了 那既然這個挑釁是由 跑男家族發起的 你們先來 誰先打個樣 我嗎 他輪也沒問題 準備好 音樂 一個一個跳的 原來跟我們是一個舞種啊 對 有點撞舞了 他只是慢慢的預熱一下 getting popping 快 下去 來了 換我的 換我的 我真的沒想到 踩哥三二 別輸啊 別輸啊 我的天 下一個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好來 聽音樂 啊 不行 哈哈哈哈 下一個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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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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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快快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 得有一招震了我們才行 這個跳舞你得有剛才ке 对你爱爱爱不爱 我可以天天变变变变到永远 天天变变变变变到永远 对你爱爱爱不爱 地板动作 沈老师 别别别 沈老师 不客气 不客气 沈哥来 我来 看到了他们吧 看出来体力好来了 人家一直在奔跑 本以为花花鸭阵上去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展示 果然是不一样的展示 太不一样了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两队气喘吁吁地喊出今天准备的口号 王牌家族口号是 王牌家族你服不服 奔跑的兄弟你跑路跑 实事求是的讲 卢卡斯最后你跑不跑那几句一个字没对上 我跟你讲 这个 卢卡斯啊 在我们团队当中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担当 就是他在说不清楚事情的时候 会用嘟嘟嘟来代替 对 对 是 帮我们跑吧 兄弟 嘟嘟嘟嘟 欢迎各位进入到第一关 因为今天是最强综艺团体的争夺 所以彼此都准备了杀手锏 互相出题给对方来考验 咱们是主场 咱们先出第一题给跑男家族 好的 第一关是什么 王牌传声通 王牌传声通环节 经典游戏 考验记忆力表演力 团队协作力 不知道跑男家族今天能不能扛得住这一关 我们能不能去除一个队员 他内心一直都在王牌 我们换一个人也可以 比如说把小童话 哗哗就换到我们团队 我们一点都不介意 我们能不能够的 为什么挑两个最弱的 你们俩也行也行 因为本官是王牌家族出题 我们让跑男家族先热身 试玩一轮不计分 你让卢卡斯站第二个 基本到这儿就已经废了 然后到我们后面就变成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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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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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巴西斯大人 我喜欢继续走 我喜欢 我很喜欢 不会讲吧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宝贝安吉拉 谢谢 英语可能不是您的母语的吧 好 请黄牌先生拿上这轮的台词 谢谢 我们的这个 跑男家族会面对的是哪个精彩片段 请看 看来我是时候展示一下 一个优秀门将扎实的角 腾哥 那是腾哥 胖的时候吧 可能是 这傻眼呢 我其实要展示的是 守门员脱手后的第二摆 这时候对方球员一定会 在第一时间抬脚进行补射 而我 则会仰仗我的臀大体 大腿外侧肌肉出色的爆发力 将身体腾一下子弹起 进行再次扑留 你们看啊 是这样啊 你把你打我 你把你打我 太不容易了 演 准备好 传递开始 是 看来我是时候展示一下 一个优秀门将扎实的基本功 扎实 扎实是基本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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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要展示的是 守门员脱手后的第二反应 对方球员一定会 抬脚进行补射 而我则会仰仗我的 臀大肌 出色的爆发力 将身体腾一下子的弹起 进行再次补救 你们看 就是这样 哈哈哈 怎么办 怎么办 地板有点滑 地板有点滑 对 等一下哥 我有一个基本功 你还在基本功 基本功是第二句 不是 臀大肌 臀大肌 还有大腿外车优秀的爆发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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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腾向的弹起 一看就像这样 ok 然后地板有点滑 ok 地板有点滑 对 ok ok 要演出来啊 演出来啊 好 来 姐 怎么了 我有一个基本功 看来我是时候展示一下 一个优秀门将扎实的基本功 我有一个基本功 很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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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没有了吗 没有了吗 应该一定没错的 对对对 行啊 行啊 我 有一个基本功 很扎实 你看 我有一个基本功 很扎实 你扎耳机呀 扎耳机呀 扎耳机呀 没扎耳机呀 我 我有一个基本功 我有一个基本功 我有一个成功 基本功很大 第三个害党啊 哈哈哈哈 爽门上门 嘿嘿 大腿机 太小鸡 抽鸡 抽鸡 哈哈哈哈 嘿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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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情况 哈哈哈哈 大腿机 太小鸡 太出吗 哈哈哈哈 哪来的大舅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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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靠吗 不就咋啦 啊 怎么表现力真强 真爱表现 我跟你们说啊 到我这真的垮了 哎呀 哎呀 我一个字都没有听懂 他没说字他其实 哈哈哈哈 不跟你说了吗 大舅妈 这起码对了三个字吧 大舅妈对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台词 大舅妈 利口妈 大舅妈 大舅妈 还好吗 还好吗 啊 啊 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 会长吗 等一下 这位热心观众 是王牌队 王牌队派过来的 他是奔跑吧的热心观众 就真的是因为这位观众 虽然很努力地在传递 但是台词没传递过来 动作演绎比较到位 这个确实太难为你了 表现还可以 非常努力 掌声送给这位观众朋友 谢谢 好 接下来开始正式进入 下一部分的传递 来 王牌家族 请 他是哪国人 这轮请来的这位朋友 曾经来过 而且是你们当中一个人的亲戚 欢迎腾哥的表弟 我以为大舅妈来了呢 我还假装不知道呢 怎么这里还可以带关系布啊 表弟又来了 来了 知道这节目热度高蹭一蹭啊 该蹭还得蹭 那当然 尤其是自己亲表哥的 不蹭蹭谁的 对啊 有什么想对表哥说的吗 我来了基本上就稳定胜局了 别吹了 赶紧过来吧 来 第四方 这人家表弟怎么长那么帅啊 好 请戴上耳机 有请王牌先生拿上这轮的台词 我们看一下花花要演的是哪段 请看片段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那他图你什么呀 图你最后的 图你不洗澡 图的就是两年以后你人没了 房子归他 忽如麻烧 他爱你什么 他凭什么要跟你结婚 结婚房产本是要给他的名字 这不是摆明了要骗你吗 你干嘛 谁说我骗你 你闭嘴 宋敏诚 你让开 咱们走 我看谁敢 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好长啊 花花要把那个劲都演出来 大墙的那种对于爱情的坚决 好 来吧 好 传递开始 三个人 小蔡跟我在一起 不图钱不图房子 那他图你什么 图你生日大 图你不洗澡 图的就是两年以后你人没了 房子归他 呼噜妈的 他爱你什么 他凭什么要跟你结婚 结婚房产本就要改他的名字 这不是摆明要骗你吗 我干嘛 谁说我骗 你闭嘴 你闭嘴 宋敏诚 让开 咱们走 我看谁敢 我说不让结婚 就不让结 我觉得能记住十个字就已经赢了 这太难了 讲述了我们俩的爱情故事 讲述了我们俩的爱情故事 这句不是 我一共记忆超不过三句 你给我讲一句没用的 有一句都忘了 我敢 这么快都忘了 苏大强 苏明成和菜根花宝贝仨人 你不能阻止我们结婚 不是 他爱你什么 他就是想霸占你的房产 谁说的 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 大概就是这些吧 你再说一遍 等会儿他就让我再说一遍 哈哈哈 哎呀 吹不动啊 真的 这是 他涂你什么呀 涂你岁数大 不爱洗澡 等你死了以后 然后把那个房产证 改成他自己的名字 就独占房产 大概这些嘛 来 下一步 还在那儿凹造型呢 下时间啊 嗯 演演的 至于这样呢 我 那个啊 三个人啊 前一阵特别火的 那个一个电视剧 那四大强 都挺好 我就想跟他结婚嫁给他 你跟他结婚 你你你图他什么呀 啊 他图你什么 他是你是身体好啊 还是能有钱能妻子好啊 有钱能妻子好啊 啊 那你不就有一套房子吗 你知道吗 他就等你死呢 等你死之后 他把名字先写里面 完了之后 你死了之后 房子就成他的了 你觉得他是真爱你吗 他就为你那套房子 你自己心里有点住 好吧 结婚结婚你自己看着吧 结婚结婚你自己看着吧 都挺好 嗯 三个人 嗯 然后那个 郭京飞那集知道吧 他爸要跟那个小保姆 要要要要要要 要要要结婚那个 蔡根花 你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 他就图一套房子 他就为了让你早点死 最后图一套房子 他就为了让你早点死 最后图一套房子 他就为了让你早点死 最后图一套房子 那不就是为了要你房子吗 对吧 你说你长这么大岁数 图你啥 是图你老啊 图你漂亮 图你帅啊 是不是 登帝那没个正型一天 完了 基本上这些 这有这集吗 对对对有这集 我看了后几遍了 真的 好 表弟的水准跟表哥也差不了多少 多少台词 小童请讲 小童发挥一下想象力 这是三个人在吵架 三个人 三个人 我不许你跟蔡庚花小宝贝在一起 蔡庚花小宝贝就脱了套房 我就愿意给蔡庚花小宝贝一套房 你脱了房 你什么都没有 你那么丑又老又穷 你就有套房 你老不正经的 说成另一场戏了 写了个剧本 一共对八个字 为什么呀 把你我他还撒呢 表弟 你在王牌的演艺生涯终止了 都不计较吧 来 接下来有请跑男家族队 我们这一次 最后一棒是谁 让我们掌声有请出 跑男的好兄弟张电伦 欢迎他 凯开的好同学 欢迎电伦 大家好 我是张电伦 是凯开的同学 哪一会儿的同学 大学 大学 对 来 我们请电伦到第五棒 来 请 加油 我拿得准确一点 你不看看我前面是谁 来 请戴上耳机 有请王牌先生 有不少啊 那么多才 请看片段 你不是 你就会这样 你票 吗 你不要 我 谁都可能 谢谢 很厉害 他 你 爸爸 在哪里 你放到这儿 天哪 来 传递 开始 宝宝 我的宝宝在哪里 他们抢走了我的孩子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你叫你妈怎么办呢 可云 郁珍 把蛇子给我 我们快把它绑起来 爸爸 妈妈 你们在哪里 这里有很多坏人要绑我 有坏人有什么 要绑我 绑 我啊 可云 爸爸在这儿 可云 爸爸是有的 对 先是三个宝宝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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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算几个字 一个字 你先就说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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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宝宝在哪里 我的宝宝在哪里 他们抢走了宝已经十个了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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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云 可云 爸爸 你叫妈怎么办呢 可云 你叫妈怎么办 可云 郁珍把绳子给我 好多啊 郁珍把绳子给我 我爸爸 我不是我的爸爸 我的宝宝 宝宝 爸爸 可云 你都记住了吗 爸爸 宝宝 可云 可云 他们把我的孩子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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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我的孩子抢回来 好 爸爸 帮我抢回来 不是把你抢 把我的孩子抢走了 把我的孩子抢回来 他们要绑我 他们要绑我 对 爸爸 可云 宝宝 好 爸爸 爸爸 这么客气啊 等一下 爸爸 宝宝 他们抢走我的宝宝 快点把他抢回来 宝宝 爸爸 马云 马云 那叫什么 马云 马云 怎么说了 马 什么云 什么云 马 等一下 你们什么云 刚刚那个云 对什么 什么云 他们要抢 我的宝宝要走了 不是 他们要抢我的宝宝 抢你宝宝 快点把宝宝抢一下 怎么办呢 他们要绑我 然后呢 你这什么云 可以了 已经很多了 爸爸 宝宝 马云 什么云 宝云和宝宝要抢我的宝宝 不是 爸爸他们和宝云要抢我的宝宝 完了 完了 不光抢我宝宝 还要把我绑起来 时间到了 来 电轮到前面了 来 台词是什么呢 我只知道 宝云的爸爸和 和宝云的宝宝要抢我的宝宝 这是个让口令 对 再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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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抢走了宝云的宝宝 如果再拿回来的话 那宝云的妈妈怎么办 宝云是谁 马云 马云有点大 确定了 朋友 朋友 你不要再给我暗示了 最后 十三个字 这么多 这么多 十三个 真厉害 这一期是咱们获胜了 我们谢谢电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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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寝室里同学还是靠得住的 靠 比表弟靠谱多了 靠谱多 我们两队互换一下位置 玩法升级 第二轮 两队合作来参与我们的传声头 四个隔间呢 两队A B A B交替战力 最后一间 两队各派一个人 哪队先派出来死与 哪队各会 来 请两队派人数战 走 最后一格是陈哥和贾琳 我个站得下吗 问一下 一起 好 请戴上耳机 有请王牌先生 有请王牌先生 把这轮的词拿上来 顺便给现场 观众也看一下 抱怨 想一想 狼 啥样有这样 对 咱呢 挑战 挑战 开始 怎么着 几个字 八个字 八个字这么多 是一个动物吗 一个动物 可以出声音 你一声 呲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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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呲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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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呲 呲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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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就真的演出了一只鸡 这个是什么 鸭子 鸭子 这是鸭子 哈哈哈 呃 飞明狗 飞明狗是什么 哈哈哈 八个字 经常用的八个字 经常用的八个字 陈语吗 蛇鼠同行 蛇鼠医窝 鸡肥狗跳 公鸡 斗鸡 鸟 不是我蹦不动了 来 下后踩地 八个字 我也没猜到 我想起来 不 当当全门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没了 就这些 一直都是这样八个字 请 八个字 这么长 鸭子 这是什么鸭子 然后 小鸭子 好像是 小鸭 小鸭子 嘎嘎嘎 小鸭子长大了 是吗 我不知道 对 然后就是这个 小鸭子长大了变成大鸭子 好像是啊 真的呀 座 Both 八个字 嘎嘎嘎嘎嘎嘎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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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好 好 卡老鸭和米狼鼠 八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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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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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 你们都已经放弃观看了 门都没关上ować 美独头都出来就不想看了 只有第一棒的人知道 是那个丑小鸭 肠狼和肠 都不知道吗 八个字 丑小鸭和白天鹅 那也是七个字 这是八个字的 丑小鸭们和白天鹅 中间演的 基本上就没有传递出来那个意思 因为从第二棒就没有获得 就已经歪了 是吧 对 真的 我第二棒都完全没猜到 恒哥再演一遍 好不好 来 来 我那躺躺躺 哎呦 站着就这么娘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五颗双形 八个字经常用的 肥眉熟眼 什么 大鹏展翅 五鹊开屏 八个字是连在一起的 八个字连在一起 对 猴权 蛇 中华舞 小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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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演 我给你演一个 团王 房子不禅黄球赛后 回答正确 这是默契 螳螂是这样的 你这什么呀 这是打开 我对你失望痛了 腾哥 就描述一下 就是自己辛苦地演了那么多回 和宝贝的一个动作 就被此时此刻的心理感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开了眼了 死也想不到这是螳螂 你这是小龙虾 螳螂全是这样的 咱也不知道 好了 这题 螳螂队再次领先 宝贝 我对你太失望了 来 最后一题 最后是花花和宝贝 腾哥 我现在对你的那个传生 我有点怕 完全都不搭边 哪个不搭边 你也那个让我想的都是古诗词 什么 这把我得好好弄得板了 好 合作 想答的最后一题 我们请上题目 哎呦 我 我真是 哎 特别支持 我们请上题目 哎呦 我 我真是 哎 哎呦 几个字我先问你 五个字吗 五个字 安朱拉 卑鄙 好 来 韩帝 开始 五个字 睡觉 睡 睡猪 睡猪 睡猪拔 对 拉 睡 睡猪拉 睡猪拉英 儿 叫 啤 奶 喝 小伙传店 哈哈哈哈 啊我尽力了 五个字五个字 我我我首先我不知道是五个字是啥啊 我只是还原一下 对 哈哈哈哈 哈哈 第三个字是啥啊 第四个字是爆 第五个呢 没有 没有 哈哈哈哈 有一个可能是此组 哈哈哈哈 来笑后台地 怎么了笑成那个样子 是 几个字五个字五个字第一个字 睡 哈哈哈哈 你知道睡 第二个字 猪小猪配奇 第三个字是 哇 水吧水吧 我亲爱的一包呗 咋的了 这好像猜对了字的 好 最后一棒 啥 五个字第一个字 睡 哈哈哈哈 全睡啊 啊 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 哈哈 好 哈哈哈哈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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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字是这个拔 拔 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这 对 再哼拔 然后第四个是这个 凤 后 这洪 对 第一个字是这个 第二个字 哼哼 第三个字是 拔 汉泥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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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地拔葱 五个字 但我也不知道这五个字 算不算对 对 就是郑凯在第一棒 自我总结说这个题面是五个字 什么 如果你只是看这个题面的话 远不止五个字 好 可以是五个字 睡觉吧 兄弟 凯凯你再演一下好了 看原版啊 来 抢单啊 鸭 鸭 鸭 按 按猪 安猪拉 安猪拉贝比 yes 但你这个猪跟安基拉有什么关系啊 安猪拉贝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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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的天哪 这个题我没有优势 对 我刚才也是脱口而出 黑克拉到 好了 在这个环节最终获胜的是我们的跑男家族队 在这轮可以抽取一个美妙机瞬间的碎片 来 有请王牌先生 来 卢卡斯 来 好 好 我们新人运气好 好 打开跟我们看看是几号 可以公布吗 二十 二十三号 我们看一下二十三号记忆随片 哎 我知道了 哎 这不我吗 对啊 哈哈哈哈 这是盛凯的下巴 这一口好牙 好 这一轮咱们输了 输了得接受惩罚 这一期的惩罚是什么呢 输的队伍要展示丑照 在节目播出后的两天 由跑男家族换成自己的微博头像 所有人都换成腾哥了不行 挨个儿来问问啊 凯凯想换谁的头像 我觉得因为毕竟是我的微博嘛 对吧 我还是让人稍微的美观一点 就叫挂两天啊 所以像沈腾这种我是不会选的 嗯 有验过 对 我觉得小童可能还好一点 小童有男朋友的啊 哈哈哈哈 哈哈 你选小童的对吧 对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救她了 救她了 我的天哪 哈哈 我的天 哈哈哈哈 我看我看 卑鄙选谁的照片挂 我选 灵儿姐吧 好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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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宝是模仿阿宝吗 这个好 这个好 我实在没有特别丑的照片 所以他们都找我 模仿男生的照片 这个你挂着别人以为是腾哥呢 哈哈 哈哈 接下来是卢卡斯 我是沈腾 沈腾哥哥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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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我终于找到贾哥 你丑照了 对 还找 这个一石二鸟 那我梅子选了 梅子选了 花花的 这 这 这叫丑照 哼 我觉得这样吧 我们现场拍一张吧 好 好 好 我们就对着哪个机位 来做一个表情好了 好不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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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非常丑了 非常 大家记得到时候 到各自的微博上去点赞 接下来呢 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王牌的王牌 总欢乐的氛围 我们来到了激烈的比拼当中 接下来这一关有意思 跑男家族沈飞扬 广角三摄空拳场 到跑男家族出题了 咱们这一关考验的是什么 奔跑吧 大抢 好 这关奔跑吧 大抢考验的呢 就是两个团队的应变和协作能力了 我们请来了两位助阵嘉宾 共同完成这一关的挑战 让我们欢迎王龙华 欢迎 帅了帅了 好 欢迎王龙华 还有一位 让我们欢迎汪苏楼 欢迎他 哇 大家好 大家好 二位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来龙华 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二公子虫尔 开玩笑 开玩笑 我是王龙华 大家好 刚刚拍完一个清朝戏 叫少帝康熙 演了一个千古一帝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苏龙 谢谢 好 接下来奔跑吧大抢环节当中 将会看到二位的精彩表现 一起来期待一下 王牌跟王牌 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奔跑吧大抢 两队 请听一下这轮的游戏规则 当大抢奔跑而来的时候 参赛者要立刻摆出相应的造型 来穿越墙上的洞 穿越失败将会落入水池 穿越成功则会获得几分 准备好了吗 双方 准备好了 第一轮是腾哥和花花出战 这边是苏龙和凯凯 好 你别下去了 我也做好了 别下去了 下水的准备 来吧 请听口令 奔跑吧 大强 这个怎么做 这个 这个怎么做 我先问一下这什么情况 怎么回到这里来 什么 为什么过来呢 这个属于严重反规 腾哥请主动落水 主动落水 不太凉了这么凉 腾哥给你了 我感觉水还游 水啥 你们小伙子都体力都壮 不太凉了 好 这一轮 诚哥和卢卡斯 来 好 两位 这边呢是 文华和花花两位 我要证明我的实力 我要证明我的实力 四位准备好了吗 好 准备就绪 奔跑吧 大强 熬造型 熬出来 哦 哦 哦 谁干的 谁干的 我不知道 我要争补我的实力 好 刚才这道题 王牌家族队得一分 龙花花花表现非常棒 好了 接下来这轮呢 是三人强的挑战 由童组的三人共同出战 腾哥 花花 小童 三个人 来 三人强 欢迎你们再次落水 大强 我拿鱼筋等着你 我拿鱼筋 准备就绪 奔跑吧 大强 这太难了 我打中间 我打中间 打在那儿 你挡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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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了 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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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了 这太难了 这太难了 真的 这个太难了 这个太难了 我现在都想不到 这个应该怎么过 诚哥你们要不要试一个 再找车车给他们 对对来 好那对挑战一下这个难度 我们有三个人 三个人 准备好 闭下去 闭 把水吐了 在里面 好 你别顶我 闭来下去 你准备 别 别抓我 脚要冰龙 脚凑一块 脚凑一块 这太难了 没可能 这太难了 再来一把吧 对吧 挑战一下 我也不是那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性格 是在Q我吗 请 算了 算了 来 下一轮 咱们这边出战的是 陈哥 卑鄙和凯凯 准备好了吗 三位 我们冷静一点 好吧 对 冷静 我们完美一下 好吗 完美一个 好 准备好了 好 好 请 请考虑 奔跑吧 打枪 食ка 这怎么过 那个过不了 这怎么过 这样 might 哦 闻 你告诉我是怎么过 这个是真的棒 真的棒 这就是真正的牛犊子 厉害 好了 又到下一轮了 接下来是两人强 咱们派谁出战 我们要派出我们奔跑吧 最快的男人 小猎豹 凯凯 一个顶脸 咱们派谁出战 花花 花花出战 来 双花 请准备 你选择左边还是右边 还有这样的事 真的吗 你确定吗 确定 我们俩就快点 没问题 我绝对不干扰你 你也不要干扰我 我绝不干扰你 你这样我们先 少拉手 我 相信我 我看出你的用意了 就应该是 你这样 万一没有动 咱们就把手松开 好 双方请准备 奔跑吧 大抢 耶 啊 这个怎么过 怎么过 哇 手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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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过 凯凯那个过不去啊 郑凯那个真的没法过 他怎么可能把人折叠成只脚 对 对 除了你是这样 他这个应该是这样 可以 可以 这个动作再试一下好不好 再次挑战一下这个动作 奔跑吧 大抢 耶 啊 再见了凯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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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经过两队奋力比拼 本关最后获胜的是王牌家族 好了 在这个环节过后 玩得都非常尽兴啊 我们也请菲菲呢 拿Vivo X27 给我们来一张 合影 好 4800万广角夜景三摄 发现更多美 在激烈的游戏之后 今天王牌家族和跑男家族欢乐联手 准备了轻松有趣的才艺秀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欢迎大家来到 学家卫视年度最佳组艺天团 评选活动的现场 本次竞争的两个团队 跑男家族队 耶 王牌家族队 哇 为了公平起见 我将暂时退出王牌家族队 来担任 本次活动评选的主持人 啊 你当主持人 这不公平啊 是啊 那不用玩了 这肯定有黑幕啊 就是啊 这个别问我啊 我也是受主办方的委托 主办方哪个主办方呀 王牌队王牌节目组 那行 好 没关系 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不是 我有个问题啊 腾哥 你不在我们这边 你跑去当主持人 那我们就 哎呀 那算算算算 我们王牌家族吃点灰吧 好不好 你看我妹妹这些兄弟 来 请大家落座 行 咱们进入评选比拼的 第一个环节 每队有三十秒的拉票时间 分别由各队队员进行 拉票 跑男队先来 计时开始 我们奔跑吧 是大型户外竞技真人秀节目 是由浙江卫视节目中心推出 节目既体现了团队精神 又以年轻的表达方式 向大家传递了家伯情怀 全新一季奔跑吧 会以更具创新意味的全新姿态 与时代一起奔跑 非常好 特别有号召力的一轮拉票 请王牌队开始拉票 计时开始 王牌队王牌是浙江卫视 推出的大型原创 室内竞技真人秀节目 由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制作 节目精彩 你看看 完了 不是 你们俩怎么说这么短呢 姐都录这么多信你还不知道 就不应该给我俩留这么长时间 对 怪我吧 我们应定了 这个环节很显然双方打成了平局 什么 这 这是平局 跑男家族有什么意见吗 有意见也没用啊 好 那就是没有意见 那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第二个环节 是两队各派一位答题人 进行抢答 答题人分别有求助队友 和去掉一个错误答案的 两个特权可以使用 两位听我的口令 开始抢答 3 2 1 开始 李晨抢到了 请答题 什么 1998年 1798年 淳哥我帮你念吗 用吗 你念吧 1798年8月 在阿布吉尔海战中 法国舰队是被以下 哪个将领摧毁的 先选择 A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寻求队友提供帮助的机会 对 好 我选Baby 好 我肯定这个答案A 为什么 第六个 好 我就选A 选A A 等一下 我们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什么 很显然 去掉的是A Baby 听我说 看着我的眼睛 用你神奇的第六感你告诉我 最不应该选哪个 最最不应该选C啊 陈儿 选C 好不了 我选C 回答正确 你看什么你看 来 开始抢答下一题 三二一 开始 这题花花抢到 请看题 这是一道非常难的选择题 下列选项中每位诗人被誉为诗仙 A 李一峰 B 李玉春 C 李昂闹多 D 李白 这也 太不公平了吧 这道题 我选择 求助队友 来 你求助谁 我求助贾玲姐 实话说啊 这道题问我就是问对人了 因为我记得 不会就选C 我选C 李牙闹多 迪卡不了 漂亮 贾玲 这题关系到家族的荣誉 你确定吗 我要不要再给你一次 重新选择的机会 从 那 那 那要是能重来 我要选李白 对了 谢谢 发胆次 这一轮经过激烈的比拼 双方再次打平 下面进入最后一个环节 默契大比拼 这一轮团队PK 你来比或我来猜 是比拼团队之间的默契值 双方需要派出两人参加 这次王族家族 这次王牌家族下来 你看我跟你小同行吗 因为我们俩最有默契 对对对 可以 来 几个字 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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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们 我们 就 唐哥 李人姐 花花五 我们四个形容我们的 男女老少 不对换一个 换一个 高矮胖瘦 不是这里 下一个 那那那那那那那老肉病惨 哎呀不 哎呀这 哎呀这 过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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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哎呀 这 几个字几个字你比划 四个字不是个字 这比划 比划不出来 你比划啊你不比划我怎么知道啊 不比划不是这不是 不是你怎么能 哎呀说说说说不行过吧 哎对了 啊对了 哈哈哈哈哈哈 对了我起来下一个 看一个 哦俩字俩字啊 咱俩坐吧吃饭聊啥来着 我问你为啥干吃不胖 哎呀不是聊了跑男一个人 跑男跑男 俩字 俩字 啊啊 啊 什么 就说坏话那个 我说的坏话那个 对对对 李晨 不是说的更坏的那个 更坏的那个 最狠的那个吗 对对对 正狠 耶 什么鬼 哈哈哈哈 我非常欣慰啊 我在贾琳的心里 还比你好那么一态 假灵是谁啊 我不认识他 咱们的恩怨下去说啊 王牌队一共答对两道题 下面有请访谈队 给他们展示一下 我跟贝比试试 他们实在太厉害了 我给你不能确定 真的是 拿出全部的实力吗 百分之五十就OK了 预备 开始 就那个玩的那个 四名牌 对了下一个 那个谁 李乌拉斯肯息 对 怕了 罗尼克戴玉强 对 不是 这 就那个 一吹光音一吹之音 最近哪买寸光音 对 全队 不是 这都怎么猜出来的 默契 这配合也太默契了吧 是不是我露题呢 我再想偏谈你们 我都偏谈不下去了 唉 我宣布 获得浙江卫视 年度最佳综艺天团的是 讨南家族 有请颁奖嘉宾 为获胜者颁奖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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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奖杯真的 受之有愧 沉甸甸的有没有 是是是真的是 我觉得 虽然今天我们来是挑战 但是 你们也没有什么黑幕 我非常欣慰 想看我们来 优秀的就是优秀的 哪有什么黑幕可言 冠军奖杯 就应该由你们捧起 那咱们家族也别难过 输了也同样有安慰奖 有请工作人员上一下安慰奖 什么 安慰奖 还有欧洲十五日友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这这这这什么 谢谢主办公 对我们王牌家族的鼓励 我们一定继续努力 来年我们还拿亚军 谢谢谢谢 我已经不是主持人了 我是咱们家族的了 一百万可以平分了 那是肯定的 同一个 主要的功劳都归你 陈儿啊 咱们是不是被套路了 没事 反正等咱们奔跑吧 下次再录的时候 把他们也请来 咱们也得个亚军 没毛病 走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会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带去更多的欢乐 跑男家族陈飞扬 广角三摄控拳场 到跑男家族出题了 本关考验的是 大家的专注力 我觉得跑男家族呢 因为经常玩各种各样的互动 所以王牌家族 好好的应对挑战 来 咱们这一关考验的是什么 铺面而来 铺面而来 每队成员呢 这太疼了 我感觉我踩都踩不上去 你把鞋垫袜子里 不行啊 我一脚都踩不上去 我天哪 你们还穿了袜子呢 我们以前都不穿袜子 哇 哇 哇 据说这个纸牙板啊 踩上去跑了之后呢 基本上可以判断出 谁的身体好些 谁的身体差些 就是滋挖乱叫的 身体就不行了 基本上 把我的麦瞄掉 哈哈哈哈 哈哈 准备好了吗各位 王牌家族队挑战 开始 我觉得沈腾现在是一推土机 你知道吗 哼哥 哼哥拿不动了都 太贪心了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注意点 河裡太高了 感觉小彤要吃了它 罗华你得蹲点 小彤都快飞起了 经历过辗转之后 第一棒终于来了 这么多 这太多了 牙太好了 这个 话话你是拿鼻子吸着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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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哈哈 哈哈哈哈 太多了 对不起 哈哈 腾哥你要干什么 哇 为什么要装这么多 太多了 太多了 哈哈 太多了 哈哈哈 很快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哦 一个比一个惨 加油啊 能不能扳回一程 十 九 八 七 六 最后一下行不行 五 这怎么都到这儿来了 都 四 三 二 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的成绩啊 六十六毫升 我感觉面调在嘴里了 你知道吗 那个 不是 你没法弄太多了 不是 我想让你们少走两步 太成了 腾哥你吃什么呢 我这嘴里 有一碗鸽着烫 在正式开始之前 请你们先 审视一下王牌家组队 现在的这五张面孔 洋溢着青春 欢乐和笑容 天呐 我们这个日常这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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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 对 这假装身体好 都假装成这样了 哈哈 跑男家族队挑战 开始 太少了 陈森你这个弄得太少了 你低一点 嗯 好的 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撒 有任何的撒 有任何的撒 哈哈 哈哈 对不起 哈哈哈 对不起 对不起 干啥呢 你俩 哈哈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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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飞吧 非常关键 嗯 嗯 他太高了 他太高了 陆克斯你第一张 对陆克斯要蹲下去一点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他踩高了 要不然我换一下 嗯 嗯 陆克斯 我看不到东西啊 陆克斯你去中了 我在哪儿 哈哈哈哈 哎 陆克斯你到我前面去了 哎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你小心点 你小心点 啊 啊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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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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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非常不错啊 哈哈哈哈 不是这样 我想长分去 哈哈哈哈 啊 啊 哇 这碗好重啊 这个多 这个多 哇 他们装满了 装满了一个 还有没有 这儿来一种 还有三十秒 嗯 嗯 嗯 这儿整个面也把衣服脱了啊 我告诉我 我告诉你 两头 哇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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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厉害 五 四 三 二 一 够了 成绩已经不用说了 两次都超越了一百毫升的刻度 耶 哦 总数量将近三百毫升 爆表 耶 哦 哦 哦 厉害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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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五倍 我们怎么办 呃 是我们身体上有啥病 我们就条件反射 我们就演出来 不像他们全克服着 哈哈哈哈 我发现我们的队啊 有二五仔 你谁你指出来 整个碰我的头脏啊 我也是 哈哈哈哈 好了 在这个环节最终获胜的是我们的跑男家族队毫无悬念 耶 耶 接下来呢 输的队伍要接受惩罚 啊 在节目播出当天啊 官微会公布王牌家族私下的群聊天记录 这个王牌家族已经十二期了 对 在第十一期的时候 因为活跃的我拉了个群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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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都不好意思啊 你知道吗 因为我总感觉花花那种 就画比较少 然后跟小童吧 私底下又有代沟 哈哈哈哈 聊的不是一个东西 咱们互相说一下啊 就是彼此的微信名字叫什么 让大家了解了解好不好 我叫大腕 公司名 我的公司是根据我的微信的名字改的 既有大腕又有 多吃多蘸的 哎呀行了 白乎了 我微信没有名字 啊 他才气人呢 他的微信名是个句号 句 这一点嘛 对 为什么呢 我觉得起名的是一个好麻烦的事情 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 没有没有 比如说到了什么终点啊 嗯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那天我们在一个群里已经很久了 小童说 哎 这是花花呀 我一直以为是内气嘉宾 哈哈哈哈哈哈 帆小黄 帆小黄 因为他的头像是一个打坐的和尚 对 贾鹏的微信名叫什么 我 我的微信名字叫 哈哈哈哈 帆小懒 哈哈哈哈 这么认真取了个微信名字 帆小懒 那你还行啊 我一直想问你 你你你 何德何能叫这个名字 最早的那个解惑大师 他叫解惑大师 解答人生疑惑的大师 你给谁解过人生的疑惑 哎哎哎 别这么说 这辈子还真日到几个不如我的 哈哈哈哈 你惊给大伙添子舞了 哈哈哈哈 后来叫大师烤拉了 大师烤拉 烧烤的烤 拉面的拉 哈哈哈哈 咱们这来公布一个 我们这都太简单了 我都没没什么 没什么特殊的 就是名字的简写 贝比就是AB AB 我就是LC 哎这种就是AB和LC 是什么心态呢 就是懒呀 啊 就特别简单 我我叫郑阿飞 因为我因为我老飞 我的飞行记录是 超过全国99.7%的用力 那啊是什么 飞的时候的感叹词 啊又飞了 好了 希望大家呢 关注官微 看王牌家族的聊天记录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环节啊 两边既然都是 深受观众喜爱的 综艺天团 那自然和各位身上的 独特的魅力是分不开的 两队接受即兴考验 现场为规定商品代言 由资深广告专家团 评选出第一名 其所在队伍增加30票 最后 累加观众投票 票数高的队伍获胜 谢谢 你干什么呢你啊 看见金主爸爸吗 你就 我还有妈妈呢 对不起 好 现在在我们的身后呢 有一个金字塔一样的座位排名啊 在正式比拼之前 每一位成员要考量一下 自己的魅力 大概排在第几位 然后座上和内心对应的 那个座位 好残酷 好残酷 如果按颜值走的话 我应该做最上面吧 做最上面吧 那肯定的了 我就在你下边嘛 我 体重 我 体重 比悦 请腾哥选择你想要的座位 目前是往七号去了 目前是往三号去了 目前是往一号去了 感觉怎么样 现在一个人坐那儿 好 来 我把道具撤掉 来 你很像一个山带网 我都听不进去 你们讲话 耳朵都冻住了 第二位 我们请郑凯选择 我 郑凯目前走向的是七号位 什么 哎呦 哦 哎呦 哈哈哈哈 我很想谦虚一点 但是实力不允许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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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接受 哎呀 这腿还盘上了 都还有个座位呢 哈哈 我曾经叫面霸120 就是我面试过的广告 没有失败的 爸 哦 120呢 120 都坐120送走了 你知道吧 你也试完之后 别人都评委都打120 哈哈哈哈 下一位 贾铃 我这谦虚一点吧 就按你自己心中 最想的那个实力 最想的我还坐在尖上 哈哈哈哈 坐尖上 不是 杨串啊 你你坐你坐凯凯那边 咱就是奥利奥了 好挤啊 哈哈哈哈 你要坐中间 这是汉堡包 哈哈哈哈 我觉得吧 能坐上第一位的那些人啊 都是脸皮比较厚的 哈哈哈哈 那 你也 如果比脸皮厚的话 应该没有人比我更厚了吧 哈哈哈哈 呀 没必这样坐那尖上啊 哈哈哈哈 哈哈 来来来来来来 哎呦 再挤一挤 别啊 别啊 别挤着我 哎呦 骗了啊 哈哈 哈哈 哎呦 你坐这么多座位干什么 真的 做错了吧 我坐一个长一点 我就完了 一个长一点的行不行 没必要啊 这些人 哈哈哈哈 目前在最高处呢 还剩下一个扶手和一个尖 哈哈哈哈 接下来进行选择的是花花 请挑选你的座位 那个 那个广告商们 我呢就谦虚一点 我没有竞品 选我就对了 哈哈哈哈 我没有竞品 哈哈哈哈 选择了第八位 给自己很大的这个成长空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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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听到 我刚听到郑凯想呼吸 哈哈哈哈 我感觉郑凯在中间已经压得了 我感觉郑凯了 哈哈哈哈 第一步是不当努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那洛卡斯先来 大家 你看如果我坐到这个位置 就是666 那别人看了就会增加666 所以我选了6 好 哦 好 小童来坐剪旁边的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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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我要坐这儿吧 选择7 对 詹哥到你了 你啊 真的只能坐在上面 坐在上面的人 都是脸皮厚的呀 哈哈 我不是啊 我是凭实力 哈哈哈哈 你是凭实力得的最后的脸皮 哈哈哈哈 二三四 哈哈哈哈 成端你往这一趟 有一种我们的王位继承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哈哈 我说不了了太挤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退出王位之争 哈哈哈哈 太挤了这上面 好了啊 这道题呢 因为是我们王牌家族来出的嘛 所以要不要打个样 卉缠 你出个题示范一下 行 让所有人感知一下 怎么来进行王牌代言人这个环节 大家都知道 用品牌商想要的情绪去念广告词 是件特别考验演员基本功的事 所以接下来呢 希望贾琳姐能够用Vivo X27 超广角 超夜景 超逆光 让你发现更多美 来演绎 吵架 求饶 到和好的情绪 邀请我们的腾哥能够给咱们琳姐 这个搭搭戏 有请啊 那个我们俩去的时候 那个先有请baby坐那儿 哈哈哈哈 这个王位只是暂时的空缺好吗 暂时的 有请有请有请阿贝 我现在这不就舒服多了吗 你说这个 哎呀 太舒服了 画面太和谐了 就跟我们不回来了似的 来 菲菲 拿上我们的Vivo X27 作为这轮展示的道具 我说 Vivo 怎么了 俩机器人 人家 想看看 超广角 超夜景 超逆光 拿来 你也知道 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你的美 哇哇哇哇 一 我不想要拍照 哎 超广角 啊 超夜景 超逆光 啊 让我发现更多美 啦 好 干吗 sch no way manufacturers 你就是 爱你 买踢船分 超光角 超夜景 超逆光 这三位都是我的好朋友 美梦 27 27 X呢 X腿 不是 示范结束 那行吧 那个 小伙子想换EG 不要这样X27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这个王位承受不了我的四个 后面在紧急加固 好的各位认识完之后呢正式进入议评环节 首先请看第一件商品 霸气外露 霸气外露 诚如大家所见 用最普通的商品其实是最能考验代业人的这个实力 所以接下来能由BABY挑战一下 那请贾琳一起来帮忙搭个戏 好渴呀 一个锅 可以用它来喝水 可以用它来喝水 哇 哎呀 好饿呀 哎 一个锅 可以用它来煮饭 哇 好好吃啊 天呐 天呐 下雨了 哎 一个锅 可以用它来躲雨 哈哈哈哈 哎呀 怎么办呢 马上要跟男朋友出门了 可是我连个包都没有 哎 一个锅 好时尚的锅 哇 然后排排锅 你值得要拥有 姐姐 你给我的这是一个包啊 送你个包 谢谢 谢谢 一个好的代言人 可以把任何产品都卖得很好 哇 我将以 网红的方式给大家推销这个锅 Oh my god 它好香啊 做出来的饭一定很好吃 Oh my god 它会别有时尚感 你看 它不仅仅是一个包 Oh my god 买了一口锅 买了一个包 你还买了一顶 帽子 哇 拖把 成本 来 来 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商品是什么 拖把其实是生活中 最接地气的清洁用品 这次呢 我们要体现拖把的这个神奇功能 嗯 想请花花来给我们演绎一下 神奇拖把 看下花花点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想找贾玲姐 帮你搭是吗 帮我搭句话什么的 哎 这个松快 准备好了吗 哎 这是大场面啊感觉 要起飞了 我 演什么 贾玲你 你安耐住自己 我不知道演什么 就演一个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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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如说我是一个舞台的工作者 好 我知道了 那贾玲是老板娘 还是老板邓娘 花花板神奇拖把 开始 要要要要要 这怎么这么脏啊 那谁 那谁那谁那谁 你过来过来过来 赶紧的把这擦了 一会儿那个 腾哥还得过来表演呢 知道吗 腾哥 过来开那个摇滚演唱会 赶紧的 我一会儿马上回来检查 啊 又要打扫了 什么时候才能轮到 我自己能上台呢 我又 我的麦克风 我的麦克风 笑得开怀 我只是我 试试一场烟火散落的真爱 啊 用王牌神奇拖把 唱歌都变好贴了 梦想版的神奇的拖把啊 承载着每一个 小人物生活当中 大大的梦想 接下来下一个产品是什么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别看它只是一个模型 但是它酷炫的外观 让它成为这个舞台上 最亮的产品 这一轮关键词就是 我就是这条街上最亮的仔 所以我们必须邀请舞台上 最亮的两位来做代言 经过激烈的讨论 我们决定邀请 沈腾老师 和李晨老师来接受挑战 你们讨论的真的很激烈 最亮的两条仔 他们俩应该是 这条街上最老的仔 拿不下来 就是拖着这个车膜了吗 我们今天 较 Stage 1 Ru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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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应上了吗 别碰我的意思是 我终于知道 我穿这衣服是啥意思了 就是今天晚上 要给人开车门的 来 谢谢 没有任何一个人 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过分吗 我们的是拖吧 拖 这已经是这条街上 最亮的仔了 我是他的马牌 刚才我不是给开门去了吗 李晨 开始 这辆车拥有550匹马力 3.8升引擎 6缸涡轮增压化动机 这款车曾经在勒芒GT1比赛当中 连续夺得了50场冠军 这台车曾经伴随我的童年 它和我一起参加过无数场的比赛 如果你们想拥有这辆车 请和我一起在赛场上见 它就是这条街上最亮的仔 哇 词背得好熟啊 走的是又亮又专业的解释 我们三位最亮的仔来拍一个照片行吗 好 完成这轮的挑战 这条街上最亮的仔啊 来 游击不要走 刚才他们演的时候 听不听到我的脑子在飞速地旋转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想出折来了吗 我就听着自己的脑子在 嗡 嗡 嗡 在转 脑子跟脑壁的摩擦声 脑壁 哈哈哈哈 车磨吧 王牌汽车 连续行驶五千公里 不烫 不烫了 散热特别好 王牌汽车 连续行驶五千公里 有想碰瓷的 不撞 刹车盘特别好 请热爱汽车的朋友们购买王牌汽车 谢谢 哈哈哈哈 王牌家族队 一起拍车磨照 我们四个泼车 这算是凑齐了 哈哈哈哈 摆好车磨的造型 好 来我们也用Vivo X27四千八百万广角夜景三摄来看一张 发现更多美 好 两队面对各位老师出的题目呢都用非常独特独到的方式进行了应对表现是非常棒的最终我们的王牌代言将获得三十票的额外加票最终加入我们现场观众投票的总票数当中啊 我不敢看到底是咱俩谁呢 有最终决定了吗 好紧张 有了 王牌代言人他是 我们认为最好的王牌代言人是 啊 谢谢 花花 花花 情感营销其实是一种更高级的更有效果的传播效果 啊 刚才花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 把她这种正能量注入到我们的品牌当中 哦 行 你们现在说啥都听不进去了 这三十票呢将会加入到我们王牌家族队当中 两队将会有拉票的环节 我们请跑男家族先来拉票 如果你选我们 你可以看到 跑男最新一季 精彩花絮 我自己都没有看过 好了 别卖关子了啊 给观众看了才算拉票 来 欢迎我们四位新成员 哇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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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挑战成功 隔一位杭州市一万八千多名环卫工人 好帅 我们每天都跟拍电影 各种惊喜和惊吓 太刺激了 周五晚间一定要锁定浙江卫视支持全新一季的奔跑吧 这是他们的拉票方式了 咱们这边呢据说小童是准备了一个 在这个环节特别的拉票形式对不对 是跳那个Havana一个舞蹈 好 一起来看看小童的拉票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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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双方的拉票都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轮到各位观众来投票 选择哪队在这环节可以获胜 选择开始 这一轮最终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 终于赢了一把 终于赢了一把 不容易 刚才失利的是跑男家族 要接受惩罚 节目播出的后两天 礼拜六礼拜天换头像 他们换我们的手照 对 咱们选谁的 我选宝贝贝贝是吧 一对一环会决 先来看一下宝贝的手照 这个好 这个也可以 我是对着小黄 对 这个也可以 花花选的是谁的来着 诚哥 这个好 这个就是再过几年之后的诚哥 小童选的是凯凯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那就选定这个了 节目播出之后的周六和周日 换上这个头像 好不好 所有人记得去微博下面留言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比拼环节都已经结束了 进入最终演奏 经过四轮比拼 两队各获得两片记忆碎片 其他的碎片散落全场 率先完成记忆碎片拼图的队伍获胜 失败的队伍将接受威亚惩罚 两位只能找 不能帮忙听 好 准备就绪 最终验证 开始 里面有干扰项 找到正确的选项 你想拿回来好几块 目前的进度 跑男家族更快一些 好累 这 这是咱们的吗 咱们的 这是 peu pregunt 好我知道 滕哥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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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跑男家族完成一半以上 全被成为眼镜 王牌家族接近一半 G 不是 反过来 对对对 这个是这个 不对啊 这个在哪啊 不对啊 这是什么做错了一块 这是什么 加油加油加油 对方找不到最后一块 最后一块在哪里 在哪里 还有一个 他们查 是什么 不是 在哪里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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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一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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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跑吧 奔跑吧 把你藏 不给 这是我们的 不是 快飞雅师 骑 不给 前面 快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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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骑骑快 诚哥快 诚哥 姐 你这样玩难了 有没有人考虑过贾铃的感受 倒计时结束的那一刻 哪队完成了更多 哪队就将获胜 那好 那好 诚哥 五 四 二 一 结束了 可以放开贾铃 从贾铃身上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 检验一下 是否完全正确 好 确实 王牌家族队 那贾铃的脑袋 怎么还咋脑袋呢 天牌派不对 我们是王牌派 最终 完成度更高的是 跑男家族队 接下来将会接受惩罚 开始出发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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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不想下来 现在呢所有的观众也都看到了 双方通过努力拼出来的 自己记忆深处那个最美的画面 今天通过整场比拼 最强综艺天团 就是我们的跑男家族队 有请王牌女郎贝贝送上王牌 来来来摸一下 好帅好帅 来过的朋友都知道 王牌这个栏目组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站到这个舞台上的每一个人呢 准备好了吗各位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咱们上菜 今天啊是这季王牌的最后一期 所以我们就在台上吃一个 沙青燕 蒜蓉粉丝真瞎 因为奔跑吧到现在为止 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了 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短片 先来一起看看奔跑吧这些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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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改变更多 加油 来吧 妈妈自己的 天大动霸道 老大加油 舍不得 还有谁 朝着自己的目标 冲过去 五年前第一次路跑男 我腿还挺细的 这五年跑着跑着 腿都跑粗了 但你不会后悔 不后悔 这五年认识了一群 特别好的兄弟们 那我插一嘴啊 为什么到这一期了 你们那几个跑男的好兄弟 退出了 而你们却选择了留下 是你们的档期真的很空吗 暂别吧 暂别吧 我觉得可能他们也不能说是 完全的 就是离开我们跑男这个大家庭 前几天我还跟陈鹤聚了一下 这一晚上他唱了三遍这个 我们上一季的主题曲 对 然后呢 临走的时候 反正我们也聊了挺多的 其实跑男的统筹每一年去协调 我们这七个人的档期 基本上是疯了一样 所以就是可能大家是有人选择走 有人选择留 也有后面确实是有一个工作呀 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事情 要去安排 其实内心是很不舍得的 说实话 但我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觉得我们就好好的 把这份友谊守护起来 期待下一次的再遇见 跑男一直有一句这个标语 叫无兄弟不奔跑 曾经奔跑过的兄弟 就一直都是兄弟 那新来的兄弟 也会成为我们的兄弟 我很幸运因为遇到他们 因为他们真的很好 真的 到目前录制过半 保持着司名牌最多记录 是他 已经不是陈哥了 不是我 跟一只小野兽一样 你知道吗 因为以往你比如说 跑步啊什么的 我绝对自信 因为没有人跑得过我 突然之间有一天 我拿Lucas 嘎一跑 就发现哇 厉害 五年这么多期节目呢 没几乎是没有完完全全 一样的任务 还留了很多套衣服 录完节目以后说别别别别 别收回去 我要拿走 为什么 拿回去以后我们就说 等将来我们有一天聚会的时候 真的是想把那个衣服穿上 我跟我朋友玩过 就拿我以前的衣服 我朋友套上我们司名牌 还有的时候特别想干什么事呢 没事跑大街上跑 不要敢想 看看有没有人真的来追着我们司名牌 别是能玩的啊 哎呀五年 我觉得五年 一个人可能坚持要做一件事 做五年也是蛮久的 我觉得这个事应该 是我做一个单一项目里面 最长时间的一个了 来敬一下 敬一下过去这五年 也共同来期待一下 全新一季奔跑吧 开播可以带给更多的观众朋友 收拾长红 收拾长红 谢谢 其实咱们王牌家族也一样 也有一份小礼物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王牌队王牌第四季 最后一次被踩 开始 最后一次采访 沈腾王牌队王牌的最后一次采访 花花最后一次被踩 开始 这一季和这四个人冲在一起了 南江爸爸妈妈 然后带着一个傻儿子跟傻姑娘 大哥大姐 老弟老伴的这种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10厘米 腾哥10厘米 腾哥10厘米 腾哥作为大家长 带领我们一路搞笑 感动 大爷可能因为岁数太大了 现在感觉特别容易哭 大爷有时候自己哭都不行了 你看我哭了还过来 还想抱一抱我呀 时光要是能倒流就好了 真的 其实我一开始是有点点害怕 因为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特别擅长 说话的人 希望大家就是我们有一个愉快的一个 周末 以前腾炎老丈母说多Q的一下吧 不然的话花花好像一句话都没有 但现在就感觉很好 感觉有一种花花心房打开了的那种感觉 累走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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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玲的最大的优势是 男人喜欢的女人不嫉妒她 刚开始录节目很紧张 但是每一次她都会主动扎起我的手 让我一点点不害怕不紧张 小童会比我想象的更加单纯更加直爽更加可爱 而且她做什么事情都很努力 而且很拼的 太高了太高了 太高了 太高了 希望王牌家族不是结束 而是一个开始 未来还有五级六级七级和八级 我们赢了 你还没扑 我们赢了 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机会 崇拜那么多人有啥用 关键时候还得看自己哥哥 我觉得这一季我挺满意 也很知足 完成 那我希望哪怕这一季录完了 还能够经常出来聚一聚 那如果我要再来参加的话 我会好好表现 王牌对王牌第四季贾连采访结束 希望明年第五季的时候 我们四个人还能够再王牌重聚 希望明年第五季的时候 希望明年第五季的时候 第二季过得也还挺快的 对 然后跟大家一起相处下来 就是会发现 真的是越来越变成一个很温暖的地方 哥哥姐姐们 带着我一起成长和锻炼的一个地方 很感谢王牌对王牌 这个确实像他们所言 就像他们的家长一样 我问一下 这一季记得我来过吗 很记忆一辈子的 上一季我跟他一起主持的 然后前两天聊天的时候 他说你上一季也是常住嘉宾 他忘了 确实忘了 因为这季为什么大获成功了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把这几个人凑一起了 以前是两个分走 分两队 这一季是真正意义上的 有王牌家族这个概念的出现 对 到了最后一期 就是导演跟我说 我们那个第四季王牌的主题曲 一直都没有一个属于你们的版本 说可不可以改一个版本出来 如果我要改这首歌的话 我其实只有一整晚的时间 第二天就要立马去工作 但我当时真的是 一点犹豫都没有 就是要 要改这首歌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太有感触了 就是这一季下来 然后我就很想把我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放在 用音乐的方式来去表达 可能我不太会说话 但是 就是用音乐表达 你改到了早上五六点 对 改到了五六点 在今天节目最后 这首歌将会作为花花送给Vivo王牌对王牌的礼物 你 我们就失望 我们就失望 世界有几十一人口 闪耀在每一个角落 闪耀在每一个角落 我是最独一无二的 不知道 拍到频道 漂浮 病人 麻烦 打 online 时候 开闪耀二 Laboratory, 你要加Es 我从来没有去怀疑 王牌对王牌的勇气 只飞起 Ready going ready 王牌对王牌 Ready going ready 我就是王牌 全上的木瓜 只为我举起 Ready going Ready going ready 王牌对王牌 Ready going ready 梦就是王牌 花香若陷阱 等风造尽 王牌就是王牌 王牌 王牌 二 一 二 三 王牌 姐夫 你还记得二子吗 二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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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母爷 请儿 给你请儿啊 我爱你 爱你 你 出难尝 爱我懂 会解开 爱我 出难尝 爱就让你去猜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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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主持王牌对王牌的第四个年头 也是第四次代表整个王牌的节目组 谢谢 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告别 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 我们用真诚 我们用努力 带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欢笑 这一刻 请大家记住舞台上每一张对于你们来说 非常陌生的面孔 他们不断地努力着 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 不分周夜地 用自己的努力 为大家呈现了每一期精彩的王牌 谢谢 谢谢 大家辛苦了 快乐是不会有终点的 王牌家族 不说再见 王牌对王牌下一季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欢迎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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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新浪新闻客户端进入浙江卫视超级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上天天批图APP 玩王牌对王牌同款变脸 本节目音频内容细细 网络传播全由腾讯音乐 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这一招一式 一拳一腿 都是要靠自己磨练出来的 天下无形的王牌之争 才刚刚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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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